一声轰然巨响 划破天际 24号凌晨 乌军派出无人机 朝俄罗斯立佩茨克州的钢铁工厂 一阵狂轰滥炸 因为这里是俄军生产武器的重镇 同日上午 乌克兰城市利维夫 民众则是聚集到军人公墓 每天我们被捕到 每天你听到这些音乐 然后你回到自己惊喜的天 一行行泪水换不回那些被俄军夺命的至亲 2022年2月24号 俄罗斯痛下杀手挥军入侵乌克兰 原本生气愿然的乡间小镇 经过两年战火蹂躏 全化成一片焦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誓言击败俄罗斯 西方盟友们更不放弃坚挺乌克兰 这天不只加入缅怀的行列 也带来最有效实质的帮助 德国外长也表示考虑供应乌克兰长城武器 因为俄军未来的攻击只会与日俱增 俄罗斯小朋友在圣彼得堡军施展 试射没有子弹的长枪 乌俄战争两周年 俄军野心一览无遗 近新闻林美杰朱佳林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